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 不应该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就是你知道当年大家全国都在说这个彭宇 以至于说老太太该服不该服 都是说这个彭宇啊 他明明是服老太太 结果被老太太冤枉 说他这个怎么怎么着 把他摔倒了 最后庭外和解 现在说呀这个事实际上是什么呢 至少说法庭认定的事实实际是撞了 但是呢彭宇在不是两辆公共汽车吗 彭宇在下车的时候 老太太正好从车门前穿过 那彭宇因为视野受限 他也看不到实际是他撞了 但撞了他赶快把老太太扶起来 然后送到医院留下可能两百块钱 最后才发生了后来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你们都不知道呢 当时就是一审的时候 就是判决双方不服 然后就是二审就互相告诉 最后在二审开庭之前呢 调节达到了调节 调节呢大概就是说啊 钱也不要赔那么多 但是你彭宇啊 既然你也是撞了嘛 那你多少赔一点 然后呢双方有一个约定 因为当时全国闹的这个沸沸扬扬啊 不堪其扰 所以当时双方约定是 谁都不许达成了这个条件啊 谁都不许再跟这个媒体说任何情况 因此双方都不说 但是这一次呢也很有意思 还是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 因为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嘛 说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就适度的 要把这个事情啊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那个老人并不是坏人 对你不能那么说 对当年都这么讲嘛 我看了他 我又追看了他这个这个报道 他用的词是非常中性的 说他的两个人这是身体相碰 但是也没有说是那个彭宇把他撞倒 是相碰 也没有说老太太把自己撞他 就是说他们身体是有个相碰 整个事情里面充满了悬案 还有很多人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看下来是一头雾水 只有一点搞明白了 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 就是警方的第一次调查的记录 不见了 遗失了 嗯 这一点是各方都承认的 就是那个派出所装修 不是说装修还是维修 就是最早的那个记录没了 就说在第一份笔录里头 你知道吗 在第一份笔录里头 彭宇承认跟老太太发生相碰 对吧 但是呢 丢了吗 这本记录没了 丢了 但是不是说完全 这所装修就能丢这个 对 但是有一份手机拍的照 但手机拍的照呢 是老太太这家的儿子拿手机拍的 所以当时就是说 拍了什么拍了那个笔录的照 拍了笔录的照 然后呢就有人好奇出来质疑 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意义没意义 他说警察的笔录 随便能让你用手机拍照的吗 这个儿子到底是谁呀 所以这个中间就 我们不去管他了 但是我看这个整个事情 我的感受就突然想起 亚历斯多德的一句话 这非常经典 他最早区别定义文学跟历史 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 就是说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 诗是可能发生的事 他说因此呢 诗呢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彭与到底这个什么事情 是曾经发生的事情 春晚上那个小品 是上升到艺术层面 那个是可能发生的事 那可能发生的事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 而且那个小品最后变得很好 据说他最后那个老太太 是赵本山的建议 虽然赵本山没到那一届的春晚 他给他提了个建议 就是说那个老太太也不是纯心要讹 要要骗 是一弄了以后自己搞不清楚了 所以就指责那个小青年 说他把我撞倒 你知道他最后那个春晚那个小品 最后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就是说那个老太太也不是故意 要指责那个小青年撞他 而是那么一倒下了以后 这个犯晕了 犯晕了 然后就说他正好在那边 他有个车嘛 是他把我撞了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事情才更有意义 就是那个春晚的事 不过我觉得彭宇案 你比如说这件事 当然被人当成一个标志案件 可是问题是你就甩开这件事不论 也许他们是真的彼此相撞 或怎么样 有些我们过去不了解的事 可是另一方面 同类型的事件 我们却都反复的在媒体上 见到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过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说呢 尽管彭宇案不能被当成一个 所谓道德滑坡的一个标志了 就算不能了 但是这并不能够表示 我们过去因他而讨论的那些道德滑坡 也就不存在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还见到很多同类型的事件 除非说原来都是假的 这个我还真是 你说这个时代跟中国历朝历代 因为你没在古代生活过 对吧 他真的是说咱们这个时代 是历史上道德最败坏的时代吗 不一定 很难说 是吧 很难说 因为你真不知道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看那个 比如说有个说评书的老先生 我忘了叫什么了 他当年写的江湖葱坛 对吧 写民国的时候在江湖上的很多事儿 你这么一看那时候也够黑的 那么对坏起来也真够坏的 那你如果是报新闻 因为新闻都是狗咬人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嘛 你都是你把它提取出来的时候都挺夸张的 是那到底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败坏的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当然不一定 对吧 就说前几个月不是杭州那个公交找火那个事儿 你就看到旁边的当时他就在西湖边上那条路嘛 环湖那条路上的出事儿 那你就看到当时是附近所有的车都马上停下来 司机乘客路边的人都第一时间赶过来救火的救火 救人的救人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 也不一定有过去所说的那么坏 只不过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就像子东讲 我们会觉得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儿 这是依据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感受得来的判断 你说的对 我跟你说问题在这儿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发生任何新闻 尤其是争议性特别大的新闻 所有争议的焦点其实都不是事实本身 但是所有争议的 所以为什么要控制舆论 因为一出一个事儿 你们聊的都是社会问题 你们聊的才发现这帮人根本不关心事实是什么 他要说的 每个人都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是这个社会问题 然后你看 所以这讨论有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就是虽然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 另一回 但是你从这儿可以观察到 人民群众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意见 没错 就等于今天你问老百姓 你说这真有这么可能吗 中国人有这么坏吗 我觉得今天普遍大的态度是 零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就我们就有这么坏 它是两种道德观的碰撞 在美国真的是 你一个老太超级市场门口滑倒 你不敢随便去扶 是的 那是人家正规就是教会里的人出来 也跟你这样说的 他到时候可以告你说 你没有得到他的授权 去碰他的身体 但万一真的是因为你一扶 你知道人有时候是这样 一坏了以后你就得负责任 那他那是一种 也是建立在个人权利 它是一种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那我们呢一个传统是学雷锋 那看到有那个应该是救雷锋 对不对 是一个雷锋去救人 你看他这个彭一案的戏剧性 就是在那里 他那是一个美国的那种 个人权利的一个道德观 跟我们的学雷锋那个风上 发生冲突了 他把它编成了一个 我做好事 反而被人怎么样 那现在看来事情很清楚 他也不是学雷锋 对不对 但那个人捍卫自己权利 他后来那老太要13万 那也是太高了 对不对 就这么碰里碰 也没有那么最后一万不就了了吗 对不对 大家感兴趣的还是一种社会道德的一种转变 是一种社会道德转变 而且呢就是像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警察把这个原始证据给丢了 笔录给丢了 那大家要骂的就是 你看猜的都是说 他这儿子跟警察是什么关系 其实可能人家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看 这反映了人们认为 脑子里是怎么想这事的 很多人觉得警察派出所里面 也许在帮那个老太太 要欺负那个小孩 那很多人觉得 但是以我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 其实警察要是弄丢东西 也没什么奇怪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由这个人心 我都想起最近我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我们一些朋友聊天 就说现在中国好像 你要碰到一个什么事情 你只要能找到熟人 我们通常不走正常途径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尤其是在几个最大的事情 看病 教育 对不对 看病 教育 房子 这些事情 我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说 看看谁认识的 对吧 我们找一个熟人 那反过来是不是说 你要是没有找到熟人 你按正常途径 就是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这都是心理作用 你找了熟人 也未见得解决问题 弄到后来说不定事情搞得更糟 可是他们都反驳我 说你这个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你实在不行 说这个你不找熟人 我去看病 就是早上到晚上 就是很苦很苦 就是很难 那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是 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 因为中国人把人分成熟人跟生人 对不对 所以我认识的人是一个圈子 不认识的人是另外一个圈子 我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人情社会 这个传统 这个从来就是了 可能他说 其实也不完全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 是因为所有人在有权利的人 他都在正常的收入之外 需要额外的收入 而这个额外的收入 通常就是通过熟人途径 你找到的 你找到这个途径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换句话说 它是意思这个 中国这个熟人文化 这个人情社会 现在实际上是被 新的经济关系而制度化的 所谓经济关系就是 就是我们常说的 人不是靠基本收入而生 那我做一个医生 我正常的收入 那我另外 各种各样的人会来托我 这些人给的钱会更多 那这些托的人 不就是我们找熟人的人吗 就是说大家都不信人 这个制度下的契约关系 本来我去找医生 我是你逗医生 我完全不认识你 但是你是挂牌了 我们之间只是一个契约关系 我付了50块挂号费 我就相信你吗 现在我不信这样 我得通过朋友 我宁可塞2000 让你来帮我看同样的东西 我心里也踏实 你觉得这个是人情 是我们的文化的原因 还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经济的 我觉得是经济原因更大 当然背后一定有这个熟人的这种文化的传统 什么叫经济原因呢 就拿医院来讲 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你如果说我们正常途径 看大夫就特别难 或者看不好 其实如果从一个纯粹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 这是个失灵状态 什么叫失灵状态 他就说假如我的医疗服务的供给就是这么有限 所以他排队要排那么久 有人不想排队 有人不想排那么久 那怎么办呢 市场方法解决 价高者得 或者有个门栏 比如说我医院变得很贵 那你就有钱的人才能来我这看了 没钱的人您到别家去吧 那我就不用排那么长队了 然后每个人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的现实在呢 我们现实是 我们都知道这些医院是公立医院 这很多公立医院 协和医院的挂号费是不涨价的 对 还是十块二十块 它是服务人民的 它叫公费医疗的 国家供应的单位 所以它不能够这么市场化 赤裸裸的 粗暴的 来给你价高者得 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又做不到 真正的义务医疗 怎么办 那就是那些票贩子 对 你刚刚说 挂号贩子 我们现在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其实中国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包括教育也是 比如说孩子上学也是托熟人吧 也是想办法找关系吧 而不是一个正常途径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应该 要嘛就是国家请权利 让大家都能够公平的 得到对待这些福利照顾都做好 但是做不到 你要让它完全的私有化吧 或者有个市场吧 也不行 那么你说好吧 那我该公有的公有 我该私人的私人行吗 现在又有点还是在模糊的状况 现在当然也有私家医院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是很模糊的那个状态 而且有时候 我认识一个医生 这个脑血管的 他就跟我讲 他的一个体会 他说越是领导的 熟人的 名人的 他说这个死得越快 当然他说的比较难听 他说越容易给治坏了 他说为什么 过度治疗 就是因为这个医生 正常的 其实很多很多病都是常见病 治疗方法大同小异 你这么 但是偏偏你说你是个领导 或者你这里边有人情 会有什么 他一紧张了 他该做的判断 他不能做 然后他生怕出事 就是该保守的时候不保守 该下手的时候不下手 于是反倒没有按照 正常的医学的方法程序 去处理你这个病人 所以最后他见过大量的 就是越是那个领导的 这家伙医院如临大敌 医生都哆嗦 结果最后死得更快 就领导死了 领导先走了 这真是 当然 事情也有另一方面 我也见过那个死得更慢的 可是这就是你说的公废医疗 我跟你说 不平等 那么你能说 一个领导 一个高级干部 对吧 他的命就比我们 普通小老百姓的父母 更值钱吗 人家为革命做出贡献 那当然了 人家为国家做出责 江山是他们打的 而且你今天不能换了一层领导 就把我们的病不管 好吧 你知道 就是北京好多医院的 不光北京 全国任何一个这种 这种比如说这种重症监护实力的 有待了一年的 你知道吗 就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植物人 你知道这个费用 一年一百多万 但是家里人就说 医生有时候都觉得 这个东西 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 理智一点来处理 家属说不行 就一直维持生命 他只要能喘气 只要有心跳 你就给我维持 这个维持一年一百多万 家里一分钱也不用花 你怎么都是公费 都是国家 你不知道他活着的话 他下面的儿子 媳妇 那些企业 上市集团 那可不是一百多万的问题 但是你一个普通市民 你的父母亲 对不起 你只能是一定金额几十万以内 给你报销 也不是全报销 那革命有先后 超过了这个 那就没钱了 你自己掏钱 我前几个月看了 在网上拍的一些医院的照片 很搞笑 他拍什么 他拍各地的医院 你知道其实医院里面的病房 也有级别 当然有的医院是专门干部去 有的是高干去 但也有些医院 它是医院本身 就有不同等级的病房 这我们也都知道 结果拍到一家东北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还叫白求恩医院 那这个革命精神 应该很了不起 所以我发现 它里面有些高干的这个套房 那叫什么医院套房 那个套房比我们在住 宾馆住饭店的 那个五星级的那个套房 要大两三倍 真的 然后有麻将桌 有什么 非常豪华 非常漂亮 最可笑的是 这个医院叫白求恩医院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 像这种情况 其实非常常见 所以我记得过去几年 一直有个争论 就人大是开两会的时候 一直有代表问 到底我们国家 这个公废医疗 就是用在公务员身上 这种公废医疗 到底有多少 价格是多少 因为前年的时候 媒体啊 普遍报纸上都报嘛 就传过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公废医疗 占了整体的公共医疗支出的 七成五 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十三亿人 花在大家身上的钱里面呢 其实百分之七十五 是集中在了 大概一两千万的干部身上 然后呢 后来呢 我记得当时卫生部长 陈竹出来辟谣 说这是假的 肯定不是这个数字 然后大家问他 那数字是怎么样 这个不方便讲 我从我自私的角度考虑 我觉得你别看做干部 工资不高 对吧 但是真的就医疗这一块 将来我不管怎么着 我就是一年一百多万 躺医院里 我不用花钱 你知道这是个多大的福分呢 是吧 我都愿意当高级干部 但是我实际经验 比方我住过瑞京医院的 那个所谓的干部的病房 他现在不单对干部开放 你自己花钱就是了 一般呢 就是也不怎么样 就是说 就是说 至少上海我知道 局一局以下的 都是在那个楼里面 所以你也讲了白秋恩 各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 对 可能像上海的有些地方 当然了 上海规矩点 上海多规矩 我知道他们前市长啊 什么生病 后来也都在 上海我前面还听个事 把我逗坏了 所以一个朋友在上海做生意 我们说起说过年过节 比如说街道上 都不是很多的小衙门嘛 对吧 就比如说地税局的 或什么的 过年过节呢 有些地方呢 有陋席 就是说官员来 还拜年了 什么 但是给送红包 他跟我说上海 他们那怎么样 上海开店 上海过年的时候 地税啊什么 也都来拜年 但反过来 给商家发红包 哎呀过年生意好啊 为什么 其实台湾也是这样 是比如说马英九 他得发红包吧 你是领导啊 这样是你 你管的这条街 这百姓是归你管的 那你来给他 这个祝福大事 我明白了 他结这个小红包 这个几块钱 我明白了 初一发小红包 十五还大红包 没有没有 他们说 他们没有 他们会这样 你上海人还瞧不起 你们上海 我在夸你们呢 这个大家尊敬友谊嘛 有来有往是吧 对 你知道最近厦门大学 还挺有意思的 厦门大学闹得 我觉得 那个那个 有个女的 女学生是吧 不是他不是 他有个女老师 姓刘的 成了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叫 人家叫什么 民间纪委书记 他就是反正也闹 你知道吗 彻底撕破脸了 学校也拿他没办法 整天举报 然后他最近是举报校长 好像是吃饭 吃的怎么着 也是特殊待遇 然后这校长反指他 就说他的这个学术 抄袭问题 我们正在调查 等等 然后这个女的就说 他说 我因为出了名 经常收到很多 匿名的证据 跟我说 不是这个教授 搞了这女学生 还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一看 他就说 原来这个一个大学里 藏无纳垢 内斗 而且都是内斗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接批这个 这个接发这个 但是都不敢出头 但是他出头了呢 大家就悄悄给他发邮件 让他替他们出头 现在就有这么一个 现在有的人 如果一被带走 周围的人就 孤独关心 我听到很多人 他在怕他 看他怎么说 把一圈人拉下去了 革命就是有考验的时刻的 这种时候最考验 革命意志跟哥们感情 你对同志是不是忠诚 对 现在你要几天电话 打电话找不着一人 你就有点担心 真的真的 现在老是这样 所以大家 大家平安 但我觉得 其实也 感谢观看